據英文《大紀元時報》報導 中國股市已陷入自2015年以來的最嚴重衰退 隨著兩會閉幕 未來會迎來更多動盪 自2月10日達到高點後 滬深300指數大幅下挫11% 是全球主要股指在這段時間內的最大跌幅 由中共政府控制的投資公司組成的國家隊 也互盤無力 摩根·士丹利報告稱 中國股市還會繼續保持跌勢 中共對言論管控緊縮 許多大陸網友發現 今年初因馬斯克推薦REC爆紅的 美國加密通訊軟體Signal 16日開始疑似遭到中共封殺 必須通過VPN翻牆才能使用 外媒指出 這是中共政府即封鎖Clubhouse後 對保護私人交流信息的社交平臺 進行封鎖的最新舉措 俄羅斯通訊社週二援引一名高級監管官員的說法 如果美國社交媒體巨頭推特不能刪除背禁內容 當局將在一個月內封鎖推特 但如果推特採取行動 刪除包括兒童色情、非法藥物和兒童自殺等被禁止的內容 則可免於被封鎖 俄羅斯外交部上週六曾批評美國利用科技公司從事不公平競爭 並利用社交媒體任意進行內容審查 美國著名高爾夫球手老虎伍茲上個月發生車禍受傷 職業生涯受到威脅 不過 本週二卻傳出 搖戶伍茲已通過數字方式回歸賽場 與體育電郵品牌電子意界簽訂合約 繼續推出PGA巡迴賽2K21視頻遊戲 P ởanter體育電郵機 P P